2021年1月15日 現在全世界的確診數目是 9,3458,900多 增加了 698,000多 死亡增加了14,000多 去到了 20,450多 世界死亡數字剛剛過了200萬 最多新增確診的地方仍然是 美國現在佈增加了 193,000多人 昨天增加了 238,000多人 死亡方面 美國暫時佈增加了 3,400多人 昨天死亡 4,100多人 美國的情況是 3天已經10萬人確診 現在 死亡數字是397,000多 看樣子 明天會超過40萬人 死於新冠肺炎 第二個確診的地方 就是 巴西 巴西增加了 68,000多人 去到 8,326萬多 英國增加了 英國增加了48,000多人 去到 326萬多 死亡方面 增加了1200多人 西班牙增加了35,000多人 俄羅斯增加了24,000多人 德國 22,900多人 法國 21,000多人 南非 18,503人 意大利 17,000多人 哥倫比亞都是17,000多人 米西哥印度15,000多人 阿根廷13,000多人 印度尼沙 11,000多人 捷克 普通牙都超過了10,000 有16個國家 確診數目是超過10,000的 以色列9,000多人 波蘭日9,000多人 等等